欢迎收看今天的小葱说科技 一说到现在最快的交通方式 大部分人肯定会想到的是飞机 现在国内的科技一般时速在700公里到1000公里之间 但是过不了多久 速度最快的交通方式可能就要一主了 全球第一条超级高铁落步阿联球迪拜 名字很科幻叫超级缓 最高时速达到惊人的1200公里 按照这个速度北京到上海只需要一个小时 迪拜将成为全球第一座拥有超级缓的城市 预计将于2021年开始正式运行载客 超级高铁的原理是在一个低压管道中 利用电力推动列车 速度至少能达到1190公里每小时 超级缓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车厢和运行用的真空管道 超级缓的车厢就像一个胶囊 乘客坐在车厢内 车厢在真空管道中像炮弹一样穿梭 利用磁悬壶原理减小车厢前进时遇到的空气阻力 它的设计时速超过1200公里 每30秒可发一个密封舱 每个密封舱搭载28人 经过测算超级缓的成本只是高铁的十分之一 如果两个城市相距600公里 则车程只需要30多分钟 每30秒可发一番 每辆搭载28人 单程票价大约只要20美元 在管道建设方面 超级缓的路线在建造上会尽量打造一条直线 在未来20年后 整个世界将被超级高铁锁链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视频素材源自网络 由小葱剪辑配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请不吝点赞并启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并启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